众所周知 自诩为南亚霸主的印度 在武器军备方面 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从来都是购买自己能买到的最好的 但印度一直都有自己的国产梦 其中一项就是阿雄坦克 阿雄坦克作为印度国防部的亲儿子 自然是下了血本来培养的 这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其最新的改进行业亮相了 2022年10月26日 据印度防务新闻报道 印度军方完成了对国产阿雄坦克 MK1型的改进 改进后的型号为MK1A 与原版MK1型相比 改进的项目多达89项 自重增加了9吨半 从58.8吨暴涨到了68.25吨 已经超过了美国的M1A2 成为了世界上最重的超重型坦克之一 目前世界各国坦克发展的主流是简重 无论是美国最新的艾布拉姆斯X 还是德国的KF-51黑豹坦克 重量都控制在50吨左右 而印度这款阿雄MK1A 直接来到了70吨 那么这款印度军方的骄傲 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 其自身的实力是否与全球最重的体格相符 说起阿雄坦克就不得不提及 它的曲折发展时 阿雄坦克研发于1974年 三年前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 印度共计伤亡1.1万人的惨痛经历 使得印度下决心 要自己打造一款世界一流的坦克 70年代初 世界坦克发展刚刚进入第三代 苏联陆军的T-72 也仅刚刚形成规模 美国陆军还有大量第二代的M60服役 新比天高的印度瞄准世界最高水平 是要研发一种性能达到第三代 可以对标德国豹市坦克的新型坦克 于是在1974年 印度政府批准了自研新一代坦克的决定 拨款项目资金达到1.55亿卢币 约合360万美元 项目编号定为MBT80 然而当时的印度从来没有自研坦克的经验 陆军装备的都是从苏联进口的T-55 既然对标的是德国的豹市坦克 新有余而力不足的印度于是找到豹市坦克的制造商 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一起合作 恰逢当年该公司也在研发跨时代的豹二坦克 正筹资金紧张问题 于是欣然接受印度抛来的橄榄枝 与印度战车研究发展局共同打造下一代战车 这时印度人展现出了他们惊人的脑回路 他们是这样想的 既然德国人自己能研发性能大幅提升的豹二坦克 那我们印度人加入合作后 自然会有1加1大于2的效果 于是自信的印度人对合作研发的新一代坦克 提出这样的要求 新型坦克的性能要全面超越德国正在研制的豹二 抢到这里火力军不得不说 有梦想是好事 但也要考虑能不能办得到 自命不凡的印度人一上来就要全面超越 还未问世的最强坦克 使得该项目进展十分缓慢 经过漫长的十年模一剑 第一辆MBT80坦克原型车 终于在1984年制造了出来 该坦克由于有克劳斯马菲公司的帮助 因此在外观上与鲍尔坦克极为相似 尤其是方正的炮塔设计 与鲍尔坦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并且克劳斯马菲公司还专门为其研制了新型装甲 号称性能直逼英国的乔巴姆复合装甲 这直接导致该型坦克的重量暴涨到59吨 远超了当时印度陆军设想的50吨 这也为其后面的动力问题埋下了伏笔 作为印度首台国产战车 满心欢喜的印度人 借用印度古代史诗 摩科婆罗多中人物阿周纳的名字 将该型坦克命名为阿琼 改良后的名称在印地语中还有印度豹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对其豹有多大的期望 然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阿琼在测试中出现很多问题 首先是研制了10年的国产12缸风冷柴油发动机 质量始终无法过关 原计划发动机要达到1500马力 确实搞出了只有二战水平的500马力的玩意儿 为了解决动力问题 只能向德国方面购买现成的发动机 但经费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只能退而秋期次 购买鲍伊坦克同款发动机改进而来的 MTO公司MB838型10缸柴油机 但该型发动机是为40吨级坦克研发 比起鲍伊坦克的原型12缸发动机还减了两个缸 动力只有830马力 比起印度人计划的1500马力缩水一倍 40吨级的鲍伊坦克使用这款拆油机 也就能跑出每小时65公里的最大公路时速 60吨级的阿雄与之相比重得多 加上传动系统还有缺陷 沉重的车身给履带和悬挂系统造成过大的压力 使得行走机构总是出现故障 断履带更是常有的事 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 其连续行进200公里都做不到 时速更是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 这样的表现连测试都通过不了 于是印度人只能强行将发动机提升到2800转 来提高坦克动力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将发动机的动力提升到了1400马力 但造成的结果就是阿雄的魔改发动机 稳定性远远逊于原版的德国发动机 然而阿雄的问题原不仅如此 作为坦克性能中最为重要的火炮也故障频发 原型车上的火炮竟然无法保持稳定 在崎岖路面和移动中无法涉及移动目标 这样的表现在战争中就等于是个固定炮台 与普通的牵引式火炮相比 根本发挥不出坦克带轮子的优势 为此印度战车研究发展局 曾考虑使用T-72的火控系统和火炮 但由于印度是要将阿雄打造成世界一流水平 T-72这种苏式武器怎么能跟得上潮流 于是最终选择了其宗主国英国的L11A5型120毫米线堂炮 讲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印度人的眼光 因为这样的选择使得阿雄坦克成为除了英国挑战者二型坦克外 唯一一款使用线堂炮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阿雄使用的这一门120毫米线堂炮 是自酋长MK5坦克以来 英国陆军所有主战坦克的主炮 英国人一根筋的性格 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死磕现堂炮 英国之所以如此青睐现堂炮 一是因为其具有射程员精度高的优点 例如挑战者二就曾在海湾战争中 曾创造了在4.7公里距离上 一炮击毁一辆伊拉克T-55坦克的最远击杀记录 其次现堂炮最合适发射英国人钟爱的碎甲弹 这种出速较低的炮弹需要以旋转方式保持精度 在碰撞目标后 装药会粘附在目标装甲上引爆 不求穿透 只求在堂克内部引发四散乱发的碎片 虽然现堂炮具有上述两个优势 但由于有堂线的存在 现堂炮很难提升堂压 和使用大长镜比脱壳尾翼稳定穿甲弹 致使其最大穿身始终小于同口径滑堂炮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 滑堂炮一军突起 由于滑堂炮取消了堂线 其炮管磨损相比于现堂炮大幅降低 并且能够发射大长镜比动能穿甲弹 所以滑堂炮很快成为了绝大多数 现代主战堂克的主炮 不管是120毫米还是125毫米 基本都是滑堂炮 而我行我素的英国人 在坚持了半个多世纪后 也即将放弃现堂炮回归主流的滑堂炮了 在2022年英国陆军坦克升级计划中 挑战者三主战坦克将会配备 莱茵金属制造的L55A1型120毫米滑堂炮 而反观印度呢 即使是阿琼最新的MK1型 进行了多达89项的升级 其主炮依旧没变 还是落后于潮流的120毫米现堂炮 只是增加了更多种类弹药 除了尾翼稳定的脱壳穿甲弹和高爆碎甲弹外 额外开发了温压弹和穿透式爆炸弹 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印度人对现堂炮爱的深沉呢 还是因为没有能力为阿琼匹配相用的花糖炮呢 观众朋友们可以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我们继续说回阿琼这款坦克 在陆续解决了动力和火炮问题后 阿琼已经进化到了MK1型 虽然这款坦克一出生就带着许多限天不足 还是个拥有美国的火供系统 法国的热成像瞄准系统 以及英国的现堂炮管的混血 但混血也是亲儿子 谁家刚学会造坦克就能十全十美呢 所以印度国防部逼着印度陆军 在2000年捏着鼻子采购了124辆MK1型 此时项目总耗资就已经高达35亿美元 首批量产的阿琼部署在印度第43坦克团 并在2001年国庆阅兵时露面 该团也成为印军首个全阿琼坦克的坦克团 但可惜的是 由于生产的数量只有区区百余量 导致其备件不足 维护保养不到位 据印度媒体披露 到目前为止 这124辆阿琼坦克中 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坦克 纯粹只能摆着看了 阿琼MK1型的问题太多 满足不了印度陆军的需求 印度陆军宁可大批量采购俄罗斯的T90S 也不愿用自家生产的阿琼坦克 然而哪个国家也不愿意 自家的主战装备永远受制于人 于是印度国防部又在阿琼MK1的基础上 修修补补 改进型早在2007年就开始研制 最初称为阿琼MK2型 但估计是后来想想变化也不是很大 因此又改称为阿琼MK1A型坦克 话说2007年就开始改造了坦克 直到现在也勉强形成战斗力 经过这么多年的精心打磨 肯定会脱胎换骨惊艳众人吧 我们来看看MK1A型有哪些改变 首先是火控方面有如下升级 安装了改进的炮厂主瞄准镜 并与自动目标跟踪系统集成在一起 可以帮助车组人员自动跟踪移动目标 让炮长即使在坦克移动时 也可以轻松向敌人开火 这意味着阿琼坦克终于有了在行进中开火的能力 其次是车长的全景瞄准镜 与热成像仪集成在一起 使车长可以通过具有裂肩功能的激光测距仪 全天候对战场实施有效监视 最后是配备了遥控武器战 使装填手能够在坦克装甲的保护下 打击地面和空中目标 此外在战车防护能力上也有所升级 换装了印度国产的砍昌陶瓷复合装甲 以及新型的激光预警系统LWCMS和电子对抗系统 该系统通过在坦克自身与敌人之间建立烟屏障来保护车组人员 此外还涂刷了防红外防热成像涂料 可减少使用被红外热成像系统发现的概率 总结下来就是 阿琼终于把其他各国坦克上快被玩坏了的功能加了上去 不过这些改进都是在做加法 这导致原本就超重的阿琼进一步增肥 从60吨级暴涨到了70吨级 然而增加的不仅仅是体重而已 没错还有费用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就曾爆料 升级后的阿琼MK1A价格高达每辆3.7亿卢比 约合802万美元 如果这个消息准确的话 那简直贵的离谱 作为对比 一辆俄罗斯T90S才250万美元 一辆阿琼MK1A的价格相当于三辆半T90S 鲍尔坦克的单价为574万美元 一辆阿琼MK1A的价格相当于一辆半鲍尔 即便美国当年趁乱打劫向埃及推销的M1A1坦克 每辆也不超过700万美元 由于阿琼MK1A的体重严重超标 其只能部署于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地区 无法部署到其他地区 因为其越野机动性受到地面压力的限制 而印度的大多数桥梁 是为承受平均50吨的贺载而建造的 其实 先前60吨级的MK1就有类似的障碍 已经驻扎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地区近10年了 印度政府曾于2017年提出 在战略重点地区 加强和升级寒冻和桥梁 以促进阿琼在目前涉险的沙漠地区之外部署 但是仅仅为百余量阿琼 进行数百亿的投资 显然是不现实的 充其量而言 阿琼MK1A对于印度是一个超重的精品坦克 仅能在沙漠中某些特定地区使用 其尺寸也限制了运输 只能通过专用的宽规格轨道进行运输 印度军方的一份报告显示 一支大约60辆的阿琼坦克团 将需要另外16辆特殊的重型车辆进行运输 并至少需要50名额外人员 以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然而 这也阻挡不了印度将其批量生产的决心 2021年 印度国防部已经与其军械厂委员会 签订价值752.3亿卢布 约10亿美元的合同 计划生产118辆阿琼MK1A 在2025至2026年全部交付完成 届时 印度陆军将会拥有两个阿琼MK1A坦克团 虽然印度在国产装备方面的精神可嘉 但不知印度陆军面对这样的强买强卖 会做如何感想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阿琼MK1A 与各国现役主战坦克相比实力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